奇迹课程学员练习手册第39课 非常清晰 毫不含糊 我们并不关心智力技能或逻辑游戏 我们只关注非常明显的事实 它们被你自认为的思考的复杂性乌云所遮蔽 如果有罪就是地狱 那它的反面又是什么呢 这确实不难回答 回答时你可能会感到犹豫 这不是因为问题含糊不清 但你相信有罪就是地狱吗 如果你相信 你就会立刻明白证文是多么直接而简单 你也根本不需要一本练习手册 没有人需要靠练习来获得他已经掌握的东西 我们说过 你的神圣性就是世界的得救之道 那你自己的得救之道又是什么呢 你无法给予你所没有的东西 拯救者必须先得救 否则他怎能教导拯救呢 今天的练习针对的是你 让你认识到你的得救 对于世界的得救至关重要 当你将这个练习应用于你的世界时 整个世界都会受益 你的神圣性是对每一个曾经提出 现在正在提出或将来会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你的神圣性意味着有罪的终结 因而也是地狱的终结 你的神圣性是世界的得救之道 也是你自己的得救之道 你的神圣性属于你 你怎么可能被排除在他之外呢 上帝对不神圣 一无所知 难道他会不认识他的圣子吗 今天的四次完整练习 要求每次做满五分钟 鼓励你做更多 时间更长的练习 如果你想要超过最低要求 那就建议你做更多次 而非时间更长的练习 尽管两者都是值得鼓励的 和通常一样 开始练习时 先向自己附送今天的观念 然后闭上眼睛 搜索自己缺乏爱的想法 而不论他们是何种形式 不安 沮丧 愤怒 恐惧 担忧 攻击 心神不定 等等 无论他们是何种形式 他们都因缺乏爱 而可怕 因此 你正是需要 从他们之中得救 你所想到的任何缺乏爱的具体 人 事 情境 都适用于今天的练习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来看待他们 这对你的得救 至关重要 会拯救你 并给你圣剑的 正是你对他们的祝福 不去做有意识的选择 不过分强调任何一个想法 慢慢探索你心之中 每一个阻碍你得救的想法 用下面这句话 来将今天的观念 应用于这些想法上 我关于 的缺乏爱的想法 把我 困在地狱中 我的神圣性 就是 我的得救之道 在做简短练习时 只要对自己 慢慢附送几遍 今天的观念 如果你把一些简短练习 穿插在完整练习时段之内 你就会发现 他们做起来会更容易 你还会发现 有几个短暂的间歇 会很有帮助 这时你只需放松下来 好像什么也不想 一开始 保持专注会非常困难 当你的心智 变得更加训练有素 不容易分心时 专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同时 你应该自由地 对练习加入各种变化 任何你感兴趣的行事 都可以 但在你改变应用观念的方法时 不要改变观念本身 无论你选择 怎样运用它 都应当附送这个观念 这样 它的含义就是 你的神圣性 是你的得救之道 这一事实 每次练习结束时 再次附送 这一观念的原有形式 并加上一句 如果有罪就是地狱 那它的反面 又是什么呢 简短应用 应该一小时 做三到四次 如果可能 可以做更多 在做简短练习时 你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 或者附送今天的观念 最好两者都做 如果你受到诱惑 这个观念的一个特别有帮助的形式是 我的神圣性 就是我从中 得救之道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 请继续下词